台媒 五架次大陆军机进台西南空域歼16D疑似单机作业 据台湾联合报31日报道 台空军司令部今晚公布西南空域空情动态 包括歼16D电子战机在内的五架次解放军军机 今日进入台西南空域 报道称 其中歼16D战机疑似单机作业 越过南侧海峡中线 报道称 今天是除夕 台空军称有三架次歼-16战机 一架次歼16D战机 一架次空颈-500 今天分别在海峡中线南端 西南防空识别区南侧边缘进出 报道提到 其中歼16D战机疑似单机作业 越过南侧海峡中线 对于解放军三批战机 台空军声称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同时实施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尖 台湾中央社称 歼16D电子战机于1月24日首次现身找台 今天是第二次 学者及退江曾分析 歼16D电子战机可能已量产 并进行实战化运用 报道称 歼16D新型电子战机 为歼-56战机系列中最新研制 并装备部队的型号 可与其他战机形成较完整的航空电子战体系 破坏敌方讯息获取能力 瘫痪电磁系统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大笑 2021年12月30日下午 在例行记者会上曾表示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 在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谋独 挑衅和外部势力的以台制华图谋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遏制台独分裂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 谭克菲表示 2021年以来 解放军常态还台岛组织轰炸机、侦察机、尖击机等开展巡航 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兵种力量 联合战备警巡 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 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 实际出动飞机架次 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 不会少 目标十分明确 那就是以果断行动回击岛内外势力频繁勾连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切实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